他年仅11岁,在本该一无所有的年纪,却成为了沙玛特教父 小小年纪,遭受了来自网络无尽的谩骂与嘲笑,却依旧笑罪人生 他就是罗福星,一个引领时代潮流的人,一个改变世人对沙玛特看法的人 1995年,罗福星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跟村里的大多数孩子一样 他也是一个留守儿童,从小父母就不在罗福星身边,童年一直围绕着奶奶与外婆家 当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这么说道,自己像一个球被推来推去 正是这种漂泊无定的生活,导致了罗福星极度缺乏安全感 而这一切都归根于他的父母 罗福星的父母生下孩子之后,迫于无奈外出到深圳打工补贴家用 他们对儿子的眷恋以及对亲情的渴望 随着繁重艰难的打工生涯消失殆尽 希望得到父母关爱的罗福星,时常会给他们打电话 然而电话那头却经常无人接听 因为他的爸妈认为,打电话无疑是要钱,不如不接 而不听心不烦 从小却是爱与陪伴的罗福星,在校表现得不尽人意 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 到了小学五年级,他更是沉迷起了网络游戏,成绩一落前仗 当时的电脑网络刚刚新奇 上网是一件相当新奇又赶时髦的事情 下课后,罗福星迫不及待地来到网吧打游戏 游戏里面的虚拟人物衣着靓丽装 绚丽的头发,夸张的造型,厚重的妆容 网络上的东西让罗福星迷失了精致 在尚未能分清好坏的年纪下 罗福星对这些人物形象感到了十分神往又好奇 青春懵懂的少年容易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迷失自我 罗福星在如同大杂会的网络中 结交了很多留着沙玛特造型的人 11岁的罗福星对他们充满了兴趣 他决定加入这个群体 仅仅是加入还不够 罗福星希望自己可以成立一个团体 并成为团队的领袖 本就无心学习的罗福星 更是放飞了自我 完全将学习抛之脑后 转型研究起造型模仿起来 一开始为了追求时髦的他 到村口理发店搞了一个极其夸张的爆炸头 然后又跑到了两员超市买了一瓶染发剂 将自己的头发染成了粉色 仅仅是这样 还不能满足罗福星猎奇的心灵 为了薄眼球 特意一张自己的爆炸头弄得更加夸张 为了向游戏中的人物看齐 罗福星打上了耳洞 戴上了相当高的耳钉 造型上的改变并不能满足罗福星 他又开始琢磨起自己的穿着 为了追求所谓的时尚 他将自己完好的牛仔裤撕成了破洞裤 把自己的上衣撕成了一条一条的 沙马特造型的最后一步 纹身 为了更加贴合自己心目中的形象 年幼的罗福星给自己纹上了很多纹身 最后抹上鲜艳的口红 高调出街 补出所料吸引了很多异样的眼光 面对众人的贫头乱足 罗福星并不是很在意 反而享受其被人关注的感觉 甚至在大家的注视下 用各种姿势做出摆拍 出格的动作 奇怪的装扮 罗福星的照片瞬间成为着 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意识掀起千层浪 罗福星开始在网络上走红起来 但他的另类走红 伴随着一些嘲讽的声音 有人说罗福星是跳梁小丑 恶意半丑 哗众取宠 同时有很大一部分人 十分认可和崇拜罗福星 罗福星发现喜欢他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于是给自己的造型取名为沙玛特 沙玛特一字源于英文smart 之所以用这个词 是因为罗福星觉得自己的打扮 不仅彰显了自己的穿着品位 更多的是对外界传达了自己的智慧 从此年仅11岁的罗福星 建立必同领了赞爱家族 为了壮大自己的队伍 扩大自己的声势 罗福星创立了一个QQ群 沙玛特家族 QQ群的建立 快速吸引到了和罗福星一样的人 很快这个群里聚集了 众多造型夸张的情验 本以为是一时兴起 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群迅速扩张 从几十万人发展到了几万人 几万人为他马首是战 他获得了沙玛特教父的称号 沙玛特家族固满足于QQ群的地盘 他们先后占领了百度贴吧 天涯论坛 慢慢地侵占了互联网的每一个角落 罗福星还会组织线下聚会 不过参加聚会的人 一般以三四个人为单位 罗福星解释道 他害怕一群人走在街上太招摇 其他小伙伴会受到牵连 如果只是自己的话 他倒是很无所谓 其实罗福星都明白 这群被外界视为异列的孩子 和他一样都有着不幸的童年 有的是贫困家庭 有的甚至缺乏关爱 但是更多的和罗福星一样 来自山村的留守儿童 这些孩子因为物质的匮乏 极度缺乏安全感和关爱 只能寄希望于网络世界 通过互联网来寻觅于自己 有着相同标签的人或者地方 不幸的人更能与他人共亲 用相似经历的罗福星 发自内心的理解这群小伙伴 出于对大家的保护 罗福星肩负起一个家长的责任 尽其所能保护同伴 罗福星没有体会过亲情的温暖 他便把沙玛特家族的成员 当作是自己的家人 大家虽然不大富大贵 去不了时尚流行的KTV和滑冰场 但是聚在一起 哪怕是免费的公园 玩得也很开心 自从沙玛特走红以来 罗福星从未在意过外界的流言蜚语 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 反对沙玛特的声势越来越浩大 甚至媒体也加入了 讨伐他们的行列 在外界强大的施压下 罗福星最终还不得不退出了 沙玛特家族 2011年 罗福星找到了一个搬砖的工作 在老板的要求下 他剪去了自己夸张的头发 也以此为借口 退出了沙玛特家族 之后更是连QQ都没有怎么上了 可是罗福星哪甘心 这么安分守己的生活下去 这份工作没有干多久 他就学起了美容美发 在美发店工作也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心 罗福星夸张的沙玛特造型和声媒始终不被大家接受 消费者们对他推荐的发型大多都嗤之以鼻 就这样一直到了2016年 罗福星遭到了一些重大的变故 在这件事情的影响下 让他彻底放弃了沙玛特造型 2016年的一天 罗福星和朋友在店里看电视 却没想到自己的父亲患上肝癌登上了电视 看到这条新闻的他内心无味杂陈 在与母亲电话核实了情况后 妈妈这么说道 他活着的时候不曾顾及你 等快死了还要拖累你 我是不会回去的 可内心善良的罗福星一想到 自己的父亲患病住院 身边没有亲戚朋友的照顾 最后只能在绝望与孤独中等着死亡的来临 罗福星想到这心就软了 他独自一个人去找父亲 这时马上就要到中秋了 罗福星看着外面家庭相聚的欢乐笑语 多么希望父亲可以挺过中秋 陪伴自己度过假节 但是高昂的费用让罗福星走投无落 最后父亲撒手人怀 直到父亲去世时 他们破败的住所 稀稀利利利的还在漏水 父亲死后 罗福星拿着他父亲留下的一千块钱 彻底摆脱了沙马特家族 父亲的死给了他沉重一击 也给他上了一刻 反思现在的自己 罗福星不希望在面临母亲的死亡时 自己还是这么一事无成 于是2018年 他在深圳开了一家黄祭美发店 一些富婆在得知了罗福星的故事后 对他十分赞赏 甚至主动追求 面对诱惑 罗福星义正言辞地拒绝了 虽然这对他来说是千彩难逢的机会 只要抓住这个机会 可以贫固金云 改变自己的人生 或许在旁人看来 罗福星的做法令人费解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拒绝这些所谓的名利金钱 才能做回真正的自己吧 2020年一部纪录片 沙马特我爱你横空出世 罗福星作为主角 大方地分享了自己当下的生活 无论外界如何喧嚣 罗福星依然不忘初心 坚持自己在沙马特的审美上 依然以沙马特为卖点 活跃在各大社交平台上 甚至还会与广大网友 分享自己安利自己设计的新造型 牛年一世 罗福星在网络上 与大家分享了自己设计的一款新发型 为了恭贺新年 还为这款发型取名为牛转乾坤 先把头发弄成了牛的鸡脚样式 分别染上红色和绿色 夸张的造型和雷人的形象 看起来十分凛类 但是曾经追逐他的沙马特家族成员们 纷纷调侃道 大家都已经不如中年 发量根本不允许这么任性了 希望他能有空可以出一个 非主流地中海发型 能够适合秃顶的人 理论上 沙马特不应该受到讥讽与嘲笑 虽然他们审美庸俗 模仿低质 但这个群体现象的背后 反映出来的是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 在关案缺失下 膨胀的表达欲和展示欲 就像罗福星所说 沙马特家族能够壮大 是因为大家感受到了抱团的温暖 缺失得到了弥补 他们只是在罗福星的带领下 奋力治愈童年 这本是沙马特的初心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下方留言讨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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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